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师 陈旺全医师 陈医师 陈医师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有一位漂亮的新同学 六年九班的戴欣宜 欣宜好 杨宜好 杨宜好 大家好 欣宜是我们的主播 欣宜是几年级班的 六年九班 快是七年级生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是吗 前面还有这个 还有我是不是 我还不是这样 挺在沙滩上 你要挺住 好 五年五班说 杨宜好 大家好 大家健康 真的吗 终于有人跳出来了 好好好 那在这个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呢 主要是跟体温有关 人不是很温的动物吗 我们干嘛要谈体温呢 大概错了 其实我们的温度呢 在我们体内还是有变化 今天就说增加了一度的话 对我们其实身体是加温的 而且是非常加温喔 你知道吗 加温还是加分啊 都有 真的啊 加温加分 也就是说我们 对我们健康好的温度 应该是稍微再高一点 是不是 但不要到发烧的那种地步啦 是不是 这样子喔 这个倒没听过耶 所以我就想到一首歌 叫做 马兆俊有一首歌叫什么 你会唱吧 我要的不多啊 对 我要的不多 只要一点点温柔 所以我只要 你要温柔 我只要增加一度就好了 你只要这一度C啊 对 我只要这一度C就好了 好 可是你要 你不要想看这一度C 你今天要怎么去增加你的一度C 对 我们体温怎么增加一度C 而且你搞不好 你不管怎么努力 都没办法增加 你反而降了很多 那怎么办 降温比较容易 增温要怎么增 是学问 好 那我们这个 今天这个请到了 专业的医师来告诉我们 好 那节目一开始呢 潘老师先告诉我们今天的 保健师电子报 瑞士伯尼尔大学的这个 球尼博士呢 检视了89篇利用 玻尿酸治疗退化性 西关炎的临床试验呢 总共有12667名受试者参与呢 那么其中他发现呢 在18个大型的双盲试验当中呢 有5094人发现 在玻尿酸治疗退化性关节炎上面呢 并没有任何的临床疗效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球尼博士所做出来的 这个统计呢 发现呢 有18个大型的双盲临床试验是没有效的 另外有14个临床试验 竟然发现还有一点点副作用 包括觉得肿胀跟发炎等等 因为你把这个玻尿酸 往关节枪打的时候呢 当然有可能感觉肿胀 因为里面跑了很多别的东西进去 那么所以因此呢 这样的结果呢 他发表在2012年6月份的 美国内科医学志呢 所以我们保健师电子报 就拿出来呢 跟大家做了一个报告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呢 跟年纪很有关系 在美国呢 55岁以上的民众呢 有将近68%的人呢 有退化性关节炎 到了75岁以上以后呢 就变成80% 哇 这增加的蛮多的 也就是说 10个里面有8个有退化性关节炎 这蛮多的 那台湾呢 55到65岁的民众呢 也有85%不同程度的退化性关节炎 所以为什么每次讲退化性关节炎 收视率都非常高的原因是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有退化性关节 而且退化性关节炎 不只是你所想象的膝关节 大家都把脑袋想到膝关节 其实你这个腰 那个腰背酸痛或肩颈酸痛 其实也可能是退化性关炎解炎造成的 所以脊椎的退化呢 在退化性关节炎里面也占相当的比例 当然还有包括所谓的髋关节等等的 目前我们的治疗方式分成三种 保守治疗 药物治疗跟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就是患关节 那么这个大家 我们在健康同学也讲过 现在患关节技术非常的好 你不用太担心 但是没有到达患关节地步的时候 你也不要强迫要患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健保不给给付 那当然你自己有钱 自己要患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的关节是最好的关节 你的关节可以正常来用到120岁 但是如果你患了人工关节之后 人工关节有寿命 所以通常要用到自己的关节 真的不行了 才会要求患人工关节 那么玻尿酸呢 今天是我们保健室电子报所 重要的主角之一 那么玻尿酸呢 是软骨跟关节液的成分之一 它打进去之后呢 会跟糖蛋白结合 变成高度吸水的结构 所以因此它可以保护软骨 在避震的时候呢 可以让这个压力变小 所以可以呢 有一点点的抑制发炎 增加润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过呢 在台湾 你如果跑到医院里面去要求医生 要求骨科医生给你打玻尿酸呢 其实呢 事实上是有一些健保的规定的 你可以看到这一二三 那么我们会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的 我就不一一说明 不过简单讲是呢 你如果要注射玻尿酸 必须要确定 这个所谓的止痛药物是无效的 也就是说呢 连续治疗六个月以后 无效才可以使用这玻尿酸 而且还不可以达到 治患人工关节的标准 同时注射玻尿酸之后呢 也不可以再使用消炎止痛药 我觉得这个要求好像蛮严格的 那不过你可以看得到呢 健保局告诉你的资料 从1999年来呢 核准玻尿酸可以注射住 这个退化性关节炎里面呢 每年使用的量都大幅度成长 也就是说健保局支出的费用大幅度成长 可是呢 去看看人工置患关节的人呢 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 所以看起来呢 这个玻尿酸好像并没有减少 人工关节的置患 同时呢 依规定来讲 打了玻尿酸之后 不能够用止痛药 刚刚我讲的 结果健保资料库发现 打了玻尿酸之后呢 继续使用止痛药的呢 也超过了55.3% 所以显然 止痛效果也有在伤缺 所以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呢 这个玻尿酸 其实对重度的关节 退化是没有效的 那么轻中 就是轻度跟中度的话呢 看起来是有些人有效 有些人没效 所以你也不要太迷信这个玻尿酸 那其实呢 减轻体重 适当运动 以及适当的使用呢 这个止痛药呢 其实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各位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其实呢 玻尿酸并不如你所想象的 那么样的好用 也要让大家知道 你体温下降一度 免疫力呢就下降 你看30% 体温上升一度 那就是我的免疫力 会增强5到6倍 提升一度的时候 因为它对我们身体上 没有任何的伤害 反而激发我们身体 内障相关的功能 到时候我们体温低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矿物质 这些维生素不够的时候 那个火是怎么烧的 我上次举过例子 就是 烧这种火 但是如果你能量都很够的 它那火是 这样烧的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量了体温 对不对 从我们的体温力 对 体温力 我们健康同学会大概做了好几年了 那这个体温呢 好像真的没有成为一个主题 今天没想到 体温竟然跟我们健康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好像是日本很流行的一种新的养生方法 真的啊 那我们赶快学起来 是啊 所以我们要赶快告诉大家 那你先告诉大家什么是体温力 好 我们来看怎么样说我们的这个体温力 来看一个健康 好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是日本非常有名的 养生医学博士叫石原博士 他透过大量病患亲身体验 证明了提高体温 对癌症抑郁症的肥胖和心脏病的积极作用 那人体的理想体温是36.5到36.8度 如果你的体温是高于36.5度的话 就表示身体是处在不冰冷的状态 体内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运行 这是比较好的 那相较于如果你是低于36.5的话呢 你看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代谢循环就会变得不顺畅 产生肺物 那么造成血与污浊甚至可能会不会变成癌 好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资料显示说你体温下降一度 免疫力就下降 你看30% 体温上升一度 刚好我会说我要的不多 我只要这一度 好 好那就是我的免疫力会增强5到6倍 你看我没有很担心 我记得以前我们量体温的时候 因为没有发烧的时候量 有时候跟小孩子要比较的时候 还发烧了嘛 我们去拿耳朵去量 就发现小朋友就烧了 比如37度多 结果我量量我自己要么35度多 要么36度多是最多的 36.2等等 就是好好没发烧 结果原来我应该更高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免疫力会增强5-6倍 陈医师这个说法您同意吗 是这样子 我们当然体温就是根据每个人在 刚那个亚方提到就是说他只要增加1度 那你要要求增加3度 那你就体内可能有发炎的现象 所以体温还是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因为它是根据我们整个身体结构的变化而来的 那么当然他这个日本的这个实验博士 他特别提到 因为他是一个临床的医师 在他临床过程的这个测试的当中 一定在一个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去做的一个研究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 以我们在临床上的研究里面 如果体温35.8一直到37.1 都是算正常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们这个体温 随着对流传导的这个情形的变化来讲 事实上你刚刚讲的说高过一度 我们的台湾很多的民众或是说家属 对小孩子高过一度 最怕的就怕说头头烧坏掉了 叭叭叭叭叭叭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一直一发烧就不分青龙照白 就马上就给它这个退烧了 所以因为我们看到还要看我们环境 你看我们最近台湾的气候 都超过我们的标准的这个体温 都38点多 如果这时候你在室外你把它量的话 那你当然就超过你的 那这个时候你觉得很好 也搞不好它还是做中暑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在一个相同的环境之下 然后它在做的研究的过程当中 它要根据它的整个这个状况 拿来做一个统讯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在35点多到36 7点多 37.1 这都算正常对不对 那在正常的这个段距温度里面当中 温度高的免疫力的人可能会比温度低的好一点 一般是这样讲 对没有错 一般就是我们中医有特别提到 但只是语言不同而已 中医特别提到 就是寒热吸食 那你一寒就变虚 虚你的温度一定下降 你的体能一定不够 所以寒热吸食的这个过程当中 只是它把它转换 只用一个数据温度来做一个比较 但是如果说稍微提升一度的时候 因为它对我们身体上没有任何的伤害 反而激发我们身体内障相关的功能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中医所讲的 比如说心脏足血肝脏长血 让它血循环会比较顺畅 也就是说攻击氧分跟氧气 对所有的组织器官 以及这个细胞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那这个以中医来讲 是不是寒冷体质的人 因为它的体温就会比较低 因此也就是造成血液的现象 也就是因此它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对 这是不是连贯的 连贯的 所以这样才会 你看一般很少就是说除非发炎 寒冷的体质生病的这个几率就偏高了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表 可以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个 我们处在一个比较体温低的状态 那有这个量表 我们先来看健康水糖考 好 我们来测一次你的体温 到底有没有PND 这边总共有五大类 27题 那你每够一个就代表一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外观来看看 好 眼睛下面 四表黑眼圈 脸会红 蜘蛛罩的血管肿 以红肿的这个疹子为中心毛细血管层 放射性的伸展 那手掌红斑 拇指和你的小指根部 会凸起部位 会出现深红色的斑点 然后你可能有静脉瘤 好 这边有五个就是看外观的部分 好 再来看一下疼痛测试 这边有这个三大体 好 有时呢 你可能会这个 被这个头痛一直在困扰 你的这个肘啊 膝啊 腰啊 这些地方呢 关节都会处在疼痛的状况 胃肠不好 胃痛 腹痛 好 这是在疼痛的测试 那么继续我们看一下 下半身的部分有什么样状况呢 肚脐下面你常常会觉得冷 男性可能会有这个阳尾问题 女性的生理痛会剧烈 月经不调 阴道不规则 出血 这个都是点点点 就是每代表你一口 你里面有一个 你就把它打勾就算了 尿瓶或者是这个 没有什么这个尿液 那么痔瘡 现在患有膀胱炎 或者是曾经患有膀胱炎的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精神状态的部分 好 看看一点小事 你就非常的这个 可能焦虑 有时候产生不安的感觉 现在人很大的一个问题 睡眠的质量都不好 好 这是在这个精神状态的测试里面 再看其他测试 好 你常常是有目眩的耳鸣 可能这个脸色潮红 就常常会有一些上火的感觉 发呆 容易出汗 有时心跳突然 怎么会加快呢 再看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有时候感觉到呼吸怎么那么困难 有时候手脚会浮肿 牙龈出血 经常流鼻血 容易长青斑 好 这是27题 不知道大家的分数是怎么样呢 好 我们来看看两位同学 最近怎么样呢 来 这个欣怡你说 你这个有多少分 我刚刚发现有很多都有符合 我算一下是11分 可是我有几分 11分喔 对 11分 那很多耶 是 其实是还蛮多的 因为平常我就觉得 自己好像体温是 我妈都一直讲说 我就是凌对 就是寒冷的 寒冷的 对 就寒冷的体质 所以你体质是寒冷的 对 我寒冷的体质 你常常会四肢冰冷的 应该每天都这样吧 冬天尤其是 然后冷气房也是 像我现在也是 我四肢都一定是冰冷的 那你常生病吗 还蛮常 基本上我现在就是生病 我前几天很发烧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 量的温度应该不准 对 这样子 然后我妈还为了我这个 就是寒冷的体质 然后还特别 每天早上做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跟我吃 去用什么 什么东西 面线啊 然后再加上糖 糖 对 面线加糖加姜 然后拿去炒 然后炒到变成有点焦焦的 然后每天早上吃一小份 她说这样子的话 身体会比较暖 这样子 很深 那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不想到 对 面线还加糖 因为还蛮好吃的 因为蛮好吃的吧 还不错是吧 可以增加热量 增加身体的热量 那俊耀呢 四分 因为我脸红 第一个脸红 跟后面的一个面部曹红 你也一直都红 面色曹红 这个是同样一件事情吗 脸红跟面色曹红 曹红是瞬间的叫做曹红 会不会就像更年起的时候会有那种曹红 热曹红 那你应该是脸红 我就把脸红跟面色曹红 我都算嘛 这样两分 然后我的腰部会有时候就是会疼痛 会痠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容易出汗 你当然只有三个 你只有三个啊 这个嘛 胃肠嘛 再来就是睡眠啊 睡眠在这里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 有时候牙龈会比较容易出血 这边三个 我其他没有了 那我才两个 为什么我看起来 我应该是最严重的 但为什么我才两个 可能又是自我感觉良好 只有两个 哪两个 一个是容易出汗 容易出汗 那第二个我就不好意思讲 什么 第二个是跟男性有关的 我知道 在那个 我知道在那个什么 你不要抢着讲 第十题嘛 在这边 这里 我不要念 我不要念出来 我没有抢着讲 那我没有承认 那没有 好 OK 反正我只有分数很少就对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潘老师是告诉我们这个表 究竟有什么样的功能 因为这些是 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表现出来的 那跟体温又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免疫力又有何关呢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身体呢 在DNA的预设值里面呢 我们是预设是37度 那这个37度呢 是叫核心体温 什么叫核心体温呢 就最中心点的温度 是37度 可是呢 因为我们人 刚刚陈医师也特别提到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所以因此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维持整个国家 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 核心就好像有点像中央银行一样 我核心维持37度 可是周边是不是都能够维持37度呢 这就要看几个关键因素了 比如说第一 你把我攀毁中丢到冷水池里面去 那我的周边都在非常寒冷的状态下 我的核心体温 没有办法让周边的体温达到37度 因为我的体温散出去之后 到这边全部会散掉 所以这时候呢 一个核心体温 是不是能让全国 我全身都达到37度 这就要看你所处的环境了 好 假设说 现在这个环境 不会让我散失非常多的温度 我先举这个例子 你不能在极度寒冷的状态下 你也不能够一直去吃冰 也不能一直吹冷气 假设都没有这种情况之下 你有保温保得很好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的身体的细胞 它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细胞里面有个立腺体 就是专门发热的 如果你营养充足 所有的代谢都正常 细胞活力也够的时候呢 这时候照道理 应该能够产生足够的能量 那这些足够的能量呢 必须要运送到周边去 那怎么运送呢 靠血液运送 所以你核心体温足够 达到37度 又要让全身体温达到37度 就显然有几种变数 第一 周边环境不能拿掉太多的温度 第二 我细胞有够这个活力 产生这么多的热量 对 然后呢 第三 我要有能力把它送出去 所以这中间你就 听懂了几件事情 第一 我核心温度可以维持37度 可我周边不见得能够维持37度 对 所以比如说 举例子 戴心仪 对 假设说它的核心体温是37度 表示说这个人还基本正常 对 可是手脚不能够达到37度 它都冰了 对 它手脚不能达到37度 所以就表示呢 它的血液运循到手脚的能力有问题 哦 是不是手脚的力量 或者 对 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血液 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循环不好 循环不好 也可以达到手脚病人的状态 所以因此这问题就来 就是说呢 今天你到底是核心体温达不到37 还是特别有些地方达不到37 这两个意义不太一样 好 我举例子来讲 你听好马上出现了 我胖胎中本来身体都整整好好 我核心体温也37度 我血管也没问题 结果呢 我做到冷气房 冷气一直吹我的头部 嗯 它一直吹我的头部呢 所以我的头部的热量一直被它带走 对 所以我的血液一直供上去呢 就没有办法维持37度的 这种所谓的核心温度 那这时候我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首先会做一个动作 血管全部收缩 就是在脑袋受到风寒的这个位置 血管全部收缩 那收缩的原因就是 让散热的速度慢一点 慢一点 我才有办法供血上去 那这时候你血管一收缩 我立刻引起头痛 哦 立刻头痛 立刻头痛 我给你保证 然后呢 另外有些人 他喜欢吃冰冷的东西 喜欢喝冰水啊等等的 他核心体温是37度 手脚本来也维持37度 可是因为他吃了一大堆冰 所以腹腔的温度急速下降 那腹腔温度急速下降的时候 他就会叫救冰来救 所以因此呢 我会抽手脚的血液 立刻往中枢去救 那我抽了大量的血液去救的时候 手脚相对就跟着冰冷 所以我本身是吃冰吃爽了 但是呢你把整个森林弄得很乱 那这时候呢 如果我上次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如果这是个男性 他有可能因为骨盆腔血流下降 那骨盆腔血流下降 当然会影响骨盆腔的脏气 包括贫尿 包括性功能下降 那女性就月经疼痛 或者是精血 这个出不出来 点点滴滴的 这就是骨盆腔血流下降 所以因此呢 女性如果在骨盆腔血流下降的情况之下 她都要做核心运动 核心肌群 或者是说呢 用温水去热敷 甚至喝什么红糖浆水 都想要把核心温度拉高 那其实并不是因为 它本身中心温度达不到37 而是因为它有特殊的地方达不到37 这样你懂了没有 对 造成我们体温低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刚刚举的都是外在的 假设在正常的情况下 好 你问的太好了 这个我谢谢安德兄 那所以一种情况就是呢 你的营养摄取不充足 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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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们上次有讲过 就是你在这个立腺体里面燃烧的时候呢 不是只有碳水化物这些东西 它还有维生素B群什么的 所以你这些矿物质 这些维生素不够的时候 那个火是怎么烧的 我上次举过例子 是呼呼呼呼 烧这种火 但是如果你能量都很够的 它那火是呼呼呼呼这样烧的 对 所以你会看到小朋友 那个整个小孩 两三个小孩 那四个走路不怕干了 不怕干了 对啊 体温很高 随便你弄到处跑 人家那个能量多好啊 那个能量多好 所以成年人如果核心温度拉不上来 基本上是营养不均衡 那或者是说呢 老年人的细胞老化 为什么呢 发电厂用了五六十年七八十年 那火烈不够了 最好是换了 那个所谓的火力发电厂 但这问题不能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换细胞 所以年纪大的人 他因为细胞老化 燃烧效率差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 局部造成的问题是可以血管阻塞 所以如果你单脚血管冰冷的时候 那有可能单脚动脉被阻塞掉了 所以那个血液过不去 甚至像心脏的这个冠心动脉狭窄的时候 心脏马上就会疼痛 那其实能量温度也过不去 因为当你要运动 他需要能量 能量过不去他就痛 所以这个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就不是跟外在环境有关的情况之下 它有跟细胞的老化 营养是否均衡 还有血管是不是堵塞 那如果血管是不是堵塞 就回到陈医师刚刚讲的 就是说呢 你就是有所谓的淤 血淤了 那这个情况的话就要去解决 所以你这样一听你就懂了 所以你们现在量到的温度 不论是量嘴巴的温度 量腋下的温度 量刚刚温的温度 都不代表核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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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核心温度 是在心窝这个地方的 37度的核心温度 那我们平常没有量那里 那你量不到这个温度 所以我们现在也只能间接的 去猜核心温度是多少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们人类发展出了 非常多的量温度的方法 比如说量这个 嘴巴的温度 舌下 那我们基本认为 舌下温度 应该跟心窝的温度一样 所以我们认为 它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认为 这边如果37 舌下也应该37 所以俊耀你今天有量 你的舌下温度是多少 36.6 那这个是代表 那就是它 等于就是说 它是维持在36.6 这个位置 然后呢 可是如果有人量夜下的话呢 那夜下温度 因为比较低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到体表了 对 它绝对不可能跟心窝一样 这个是体外 这是体内 那我哥们的同样 全世界都知道不一样啊 而且我这边夜下 只要稍微一流汗 它就有液体在这边 液体立刻降低这边的温度 所以这边的温度 一定比心窝的温度 来的低得多 那我们要加多少 大概是0.5到1 每个人还不太一样 看你汗流多少 那所以会往下降 那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耳温腔呢 耳温又会略高一点 又会比这个夜温略高一点 但是呢 是不是是代表这个心脏的温度呢 也是略高一点点 高一点 差不多0.2到0.5 我们要再加一点 要加一点点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这边如果你量到37的话呢 心窝的温度呢 大概是36.8到36.5左右 大概是这个意思 欣怡今天有量那个温腔 对 我是量37.3 37.3 那37.3如果减0.5的话呢 它是36.8 差不多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表 这里有讲说 我们是不是吃多了这些食物 造成我们体质比较偏含量 对 这石原博士 他有在书上特别写到 对 他说的 我们大家参考一下 他说生菜吃多了 水分多的东西吃多了 比如说水啊茶 咖啡牛奶喝多了 还有南方的食物 比如说香蕉 凤梨柠檬等等 热带的食水果了 还有颜色偏白的 比如说白砂糖等等 是不是吃多了 还有一些柔软的东西 是不是吃多了 比如说面包啊 奶油啊 还有那个沙拉酱啊 等等等等 美乃滋啊等等 那这些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体质的体温 体温偏低 然后体质呢 就偏寒了 到底这个说法 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让潘老师 以及专家帮我们来解说 可是我们的手 所有都是在发热啊 那所以我是不是 就不是寒冷的体质 你这个腹部 你中心点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往外拓散 末梢是温热的 但是你这个地方是冷的 那就是属于一种寒冷的体质 你看此则则就是水嘛 对不对 那我们要多按这个地方 它的气质的血液循环 就会加速 加速以后 你的代谢率就会增长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好 来看一看自己的得分 到底是多少呢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是你四分以上 恭喜大家 邀哥 我 你 对 算我们是很健康的身体 36.5度左右 继续保持下去就好了 好 如果是落在5到9分呢 表示说你还没有最棒的 但是也不差 这个时候你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肌肉 有一个发热的机关 发热机关 就是你的肌肉好好的运动一下子 好 10到14分 希腻你是落在这个地方 对 那你现在 如果按照这个十元博士建议 就是说你可能要少吃多冻 温暖你的身体 好 多冻 你是我太冷淡了 你可以这个少吃多冻 你可能又寒冷又不冻 已经冬眠了 可是还那么瘦 应该可以要多吃多冻 对 好 15到19分 也许你现在正在尝试吃一些保健食品 可是建议是说 你还是要让你的体温升高 怎么升高 待会两位老师会告诉我们 对 好 比较差的就是20分以上 那比这个雅雅健康更糟糕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到的是 你要赶快的很积极的 来把你的体温赶快上升 而且要把你的坏习惯统统改进 这样 大家知道了吗 所以体温低对我们人体 真的是有几个危害 比如说容易疲劳 感冒 对 或者是新陈代谢可能真的比较低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容易偏寒 女生可能就比较容易精通 不孕等等 那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 有讲到说 这个石原博士有列出来说 因为我们吃多了这一些东西 因此造成我们的体温比较偏低 那潘老师你要补充 这些东西不对吗 还是喝 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很常吃跟喝的 对 我马上补充你这个 我要补充我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 有一段话没讲到 就是为了做这一集 我把石原博士的书全部看完了 对 那么他在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温度 主要是我刚刚所讲到的核心温度 是核心 对 是核心温度 但是其实他刚刚像你 雅芳你列出来的那些症状里面 其实他有可能是我刚刚所提出的 周边温度 没有大的核心的温度 所以我等于就是说 在今天这边 我把石原博士的这个理论 再稍微扩大一下 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到 有的人是核心温度 没有办法维持 但是有的人可能是核心温度 能够维持 但是周边温度不能够维持 所以我想如果把这个扩大以后 我们就会更了解这样的情况 那核心温度在石原博士这本书里面 他特别提到核心温度是从35到37 对 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有两度的空间 有两度的空间 也就是说如果在35度 核心温度如果在35度以下 就我刚刚有讲到35度以下的话 其实这个人是濒临死亡的 对 但是35到37度这个中间都是正常的 那在这种正常状态下呢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了解了 如果说我们身体里面 所有产热的机关呢 都是这些员工 那这些员工呢 就维持最低的这个工作量 就说呢 我就让你公司不倒不死 但是我也不给你积极做事 那叫35度温度 那如果37度呢 就是像安德跟雅芳 那么积极进取 每天工作 还有当然还有包括戴心仪 每天积极工作的进取 然后替东升电视台打拼 那这叫37度 所以你就了解到 为什么核心温度 跟所有的免疫力 跟所有的体能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的细胞活性 是拉在百分之百 所以37度的核心温度 就是工作 员工的工作效率在百分之百 如果说35度的核心温度 就是员工的工作效率 在60分的及格边缘 知道了 所以那你就当然 这个温度的变化 就会影响 所有全身的脏机的运作 那当然如果核心温度 不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就表示这个人 基本可以做 他不做 对 那如果说核心温度 根本到不了这个温度的话 是他根本不是不做 他根本做不到 做不到 那问题就来了 这样懂了没 懂了 我们把这个讲清楚 大家懂 好了 那问题就来 那我今天为什么 这个核心温度达不到 那就有这几项的原因 那这几项原因 其中我回答你的问题 一个就是 就是饮食上面出了问题 吃太多寒凉的 吃太多寒凉 或者暴饮暴食 都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暴饮暴食的时候 我曾经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吃了一大堆不适当的东西到胃部 或者你吃了一堆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到胃部 或者你吃了很多的冰冷东西到胃部 这是要抠手脚的血液来救 所以因此 他抽冰力到胃部的时候 周边的温度就会下降 那我有个问题 就我们刚刚做完测试的时候 我发现我跟安德都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会流汗 很会流汗 对 那很会流汗到 可是我们的手脚都是在发热 那所以我是不是就不是寒冷的体质 所以我就不用太在意 太在意 那个我想你第一个 有时候当我们刚刚潘老师讲 就是说核心温度如果往外扩散的时候 你这个末梢就会觉得比较热感 那比较热感的时候 但是你的时候如果散发过度的时候 你自己摸你的肚子 你是不是冰冷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腹部 以中心点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往外扩散 末梢是温热的 但是你这个地方是冷的 那就是属于一种寒冷的体质 所以要这样讲 所以这种当然还要特别考虑到 你有没有吃一些扩张剂的药物 刚刚潘教授提到 有时候你没有吃高血压药 扩张剂 但手足是热的 可是你内心这边中心度是凉的 所以不能只看手脚 对 了解 那我们要这个维持体温 对不对 我们不要低温 因为低温看来 这个副作用还蛮大的 负面的影响蛮大的 那怎么维持体温呢 事实上有好多方法 来看一下 对 而且刚刚潘老师一直讲 35度以下 其实我们的状况就 而且实际温博士说 35度的这个温度的话 其实就是癌症的一个可能危险 危险的一个温度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排毒两大这个心房 包括就是你保暖加这个消水肿 保暖加消水肿 好那要怎么保暖跟消水肿 我们这边有几个方法 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这个温度 不管是核心温度 好你早餐喝红萝卜 苹果汁或姜末红茶 用餐不要太饱 八分饱 刻意制造空腹的时间 食用这个白萝卜叶 黑豆红豆 饮水能温暖身体 那么控制肉类的摄取 多摄取发酵食品 常泡澡或者是泡脚 多做肌肉的运动 保持感恩的心 常常这个开怀大笑 那早餐要吃红萝卜汁 或姜末红茶 要什么说 因为其实我本人 还蛮喜欢吃这种 早餐的水果汁 因为我爸很喜欢榨汁 然后就除了刚提到 那个奇怪的面线之外 就是还被迫 喝这个东西来配 所以你真的有喝 我真的有喝 但是它是通常 都是很多种不同 那今天是针对 因为保持体温嘛 所以是讲到像 红萝卜跟这个苹果加起来 因为红萝卜是说 可以比较 让你温暖身体 然后苹果酸 是因为可以消炎 所以说如果感冒的话 喝这种东西也还蛮好的 那之外还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你觉得很无聊的话 可以在这个果汁里面 再加个小黄瓜 或者再加个柠檬 像我还蛮喜欢加柠檬的 因为据说是可以减肥 所以加个柠檬汁 比较好用 但是柠檬是因为它里面 还有很多的维生素C 所以也可以帮大家 就是增加一些免疫力 所以这个就是 你带来的红萝卜汁 对 那个就是红萝卜 右边就是 姜末红茶 对 那姜末红茶 因为像是姜 通常都是比较 可以帮大家暖暖身子的东西 蛮重要的常常使用 所以说像姜末红茶 就还蛮好 而且红茶呢 也是对大家人体 是健康是有帮助的 因为里面是含有那个 含有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茶黄素 就是里面的那个红茶色素 所以大家不要每次想到说 绿茶可以减肥 其实红茶 对大家健康是比较好的 那这样 所以陈医师 那你就早上建议我们要喝这样的 是不是 没有错 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像苹果 这个 这个 胡萝卜 胡萝卜 对 刚刚我们的主持人 特别提到 像红豆 赤小豆 薏仁 木瓜 因为为什么红豆 它本身含的营养成分就蛮高的 它也可以利尿 这个消水肿的作用 我们俗称叫赤小豆 像干硬化 干水肿 或营养不良的水肿 都可以多吃赤小豆 那艺人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 潘老师有特别提过 它可以促进血液水分的新陈代谢 同时有抗癌的作用 还有养颜美容的这种作用 那么木瓜 当然这边的木瓜有两种 一种是植物性的木瓜 那我们食物上的木瓜 食物上的木瓜 不一样 就是一个木瓜酵素 含有木瓜酵素 也有很多的这种煤在 所以它有帮助消化 也利尿的一个作用存在 如果说我们是植物性的木瓜 它是药用木瓜 它就对风湿性关节炎有帮助 那再来冬瓜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夏天 大家都吃到利尿 而且又可以减肥 因为它含的水分非常的高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夏天 最出产的这个椰子水 那我想它清熟解热 因为夏天很容易中暑 所以利尿消水肿的这个情形 非常的作用 所以吃对这些食物 因为它最主要的食物 就一个叫开鬼门 什么开鬼门 就花汗以后 你就水分就出流减少 洁净湖 这叫开鬼门 就叫开鬼门 让它花汗 像有很多人吃麻黄 什么让它花汗 那就是让它花汗掉 鬼门就走了 就是说这个病毒 什么东西 它透过花汗的作用 那比较好 第二个洁净湖 什么叫洁净湖 让你的利尿效果很好 让你的排便非常的顺畅 那就当然就吃这些 这个红豆薏仁 木瓜 冬瓜 这有洁净湖的作用 再来加上中药大方 可以清除你的这个 进肠的这种效果 好 所以我们要维持我们的体温 就是一个是保暖 对不对 一个是消水种 那消水种呢 又以这个红豆啊 这些东西去吃 刚刚我有这个体温的八大招 对 那我请教一个问题 像这个第六个 常常泡澡跟泡饺 对 我呢平常呢 在家里面我每天一定是泡澡 泡澡 然后呢我如果在外面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去泡三温暖 我常常去洗三温暖 对 或者去泡汤这样 那我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 常常在泡的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对于维持我的 体温暖 对对对 是不是就可以像欣怡这样子 手脚容易冰冷了 是不是也可以去造作这样的事情 那个十元博士好像是还蛮鼓励 他觉得说你少量去淋浴 对啊 陈一师那是我们要多多去泡澡 对 泡澡当然就跟进每个人身体的状况 但平常做适当的泡澡 它也促进本身血液的刑犯 那也让你身体的这种代谢力加强 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说 内脏的这个机能比较 这个活动力比较不足 那所以经过泡澡 它温度会增加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达到这个作用 不过我在想 你在泡澡的过程当中 你躺在那里 但是不如再加几个穴位的 按压 闲着也是闲着 可以按压 按穴道这样子 对对对 可以按压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护溜穴 那护溜穴是肾经的穴 我们肾脏就是 这个水分的代谢 那在脚上 这个地方多按 你在泡的时候都按一按 它就可以增加这个 这个力尿 膀胱就会缩缩的作用 有力尿的作用 那么竹山里穴 我们如果要身体按 就要经常按竹山里 因为竹山里 它这个是竹阳米 味精多气又多血 都按了以后 它的新陈代谢就加快 那么这个三陰胶 尤其女性朋友们要特别注意 这三陰就是肝脾肾 三菌在这个地方交汇 这个地方交汇 你就给它刺激以后 对你妇科的疾病 或是你有时候 早上起来所处僵硬 那么这个有时候就是 下午以后 脚会脏脏的 就按这个三陰胶 就可以达到消肿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我们平常 泡澡的时候 可以按这三个穴道 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消水肿 对对 另外还有两个穴位 一个是躯脂穴 这个我们在研究上 它可以诱发我们身体上的干扰 在哪里啊 是不是你想帮我们标一下 就在手肘的这个关节 大概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这边我们 凹处上来 凹处这边有一个很稳 很稳的近端 这个叫竹酸里穴 有很多女孩子爱漂亮的 多按这个穴 因为它是一个免疫的调整穴 这个强壮穴 如果多按这个穴位 你的肤脂就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叫趋子穴 真的 这个可以 如果说我们多按这个穴 你可以减少很多的化妆的会用 医师我这个这样子对吗 对对对 你这个很稳的对 如果这个要 你一听到说有那个化妆 没有笑 我马上就 这个要这样 我是帮很多的观众朋友问的 主持人 你这个手要把90度 不能这样 不是要90度 要90度 像已经超过90了 90度 那这个就在这个很稳的近端 很稳的近端 像潘老师这样的标准 对对非常标准 还有一个叫此则穴 因为索泰因肺筋的一个穴位 你看此则 则就是水 那我们要多按这个地方 那这个在 哪里啊 在我们这个手上 你看这样 我用这样 有一个凹 一个筋的旁边 正中间 对索泰因 因为我们人 是不是要有一口气存在 肺是主气的 气在人就在 所以多按这个穴以为 它的气的血液循环 就会加速 加速以后 你的代谢力就会增强 那就会达到这个效果 在我们这个的正中间 在靠这个 外側 对对 靠上面 上面 这里 不是要靠这个 这里 就在横纹端 横纹这个地方 有一条横纹 横纹啊 你有没有看到横纹 看你跑过去医师那里好了 医师趕快帮你刷出来 这个血位好了 这个有没有英俊的效果 这个比较胖一点 就在这个地方 英俊啦 英俊要按掉 在冰冰一点 对对对对 那如果按会痛怎么办 就是会摔到血位了 有点痛 对对对 对对对 你要英俊的话 按那个啊 驱慈阙啊 是不是 他要按驱慈阙啊 有概念 对对对对 没关系 刘俊要教我们怎么样英俊好了 他会教我们怎么泡手 来来来 这个呢 手玉跟足玉 手玉 这个是谁 软化角质吗 欣怡非常需要 来来来 我在边讲解 欣怡就可以先泡 好 欣怡来泡好了 手脚冰冷 就这样吗 整个放下去 把手呢 基本上在43度左右 也不要 43 也不要太烫了 会很烫嘛 43还好 还好 那大概泡了10到15分钟 是 然后呢 你在泡到手腕以上 手腕以上 要是再往下 对对对 你把手掌摆平 对 可是我们盆子太小了 有点无法摆平 你大概就是 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 那你足玉泡一泡呢 手腕泡一泡 那你也泡足玉 这样子 那其实泡足玉的话 可以泡到有点冒汗 我觉得效果更好 上次你不是也帮我们示范 你还泡那个 姜是不是它 还是菊花的 姜 而且那时候用那个木桶 对 那时候你叫那一桶姜 听说那一桶姜 花了好几百块钱 不止 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就继续泡着 对 泡到节目结束 最好 在这个水中 还能够稍微握前的 这个体系 在水里 对 动一动 可是夏天的话 这样子手脚 应该就会比较容易暖 对 没有错 第二个叫 用餐八分宝 这样子能够维持我们的体温 那我们不是应该 吃全宝宝这样子 我们的热量能量应该更多吗 full energy 对不对 那这边只有八分宝 那为什么八分宝 反而能够较能维持我们 比较好的这个核心体温呢 如果你餐餐都吃太饱的话呢 能不能你的血液 通通叫到胃部来 反而周边没有血液 所以其实让他 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呢 他呼叫救兵 不要呼那么多 让我们的兵队 还是在外头呢 继续执行任务来得好很多 这就为什么一直以来 从中国人的 几千年代文化都讲说 饭吃七分宝或八分宝啊 就活到一百二十岁 健康长寿 对啊 健康长寿 都是这样 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做 我们做过非常多的 动物实验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呢 你让他吃得非常饱的一组老鼠 跟一组只吃差不多六七分饱的老鼠 然后故意啊 用那个矿色线去照他 就发现吃得非常饱 非常回胖的那个老鼠啊 照这个矿色线之后 他得癌症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 如果说你是吃六七分饱 你照矿色线 同样的剂量 他得癌症的人只有一部分 真的 不是每个都得 所以显然 你吃太饱的话 免疫力是下降的 这样啊 对 潘老师讲的老鼠就想到我 好像我 吃太饱太饱 容易得癌症 对 你如果放到 致癌因子里面 你现在是没有致癌因子 如果你放到致癌 环境里面去 你就比人家瘦的人来的 容易得到癌症 对 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是比较不健康的 对不对 好 那以后要吃八分饱 你不觉得吃宵夜之后 你那天一晚 其实是比较不好睡的吗 对 还是睡得更好 睡 睡得 无论吃宵夜与否 睡得都很好 但是你 我们才会性宽抵判啊 你也会幸福 然后没有什么忧愁啊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进广告 廣告回来之后 继续来讨论体温的问题 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 特别提到体温偏低有几个原因 那我今天特别在保健室小丁里面 请大家注意 就是如果你确定 你的手脚冰冷 体质偏寒 或者是体温偏低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应该第一就是说 不要过度依赖冷气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养生的人 基本上是不吹冷气的 所以如果你能把冷气关掉的话 体温偏低 体质偏寒的情况 就会改变 另外就是精神压力不能太大 因为精神压力大的时候 血管会收缩 肾上腺素会分泌 智力神菌 交感神菌会兴奋 所以因此也会造成能量的耗损 另外有很多人是下半身根本没有肌肉 所以使得体质偏寒 体温偏低 手脚冰冷 所以应该要每天走一万步 要学记症 学潘老师 每天走一万步 这时候下半身肌肉起来以后 手脚就不会冰冷了 那第四个是大家本来就知道的 就不要随便用药 一定要在专科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药物 如果你随便用药的话 也会造成体质偏寒偏冷 那最后一个是饮食 那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把饮食讲了很多 我这边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针对这个原因来解决的话 应该可以在短期之内把体质偏寒的这个问题能够改善 陈医师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就是说给大家一些建议 比如像戴心娘他们这种 好像真的女生体质偏寒的比较多 是 没有错 我想我们第一个 当然刚刚潘老师有提到 就是运动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正常的运动 走路还没有办法 你可以借重泡手泡脚的方式 第二个营养一定要均衡 第三个当然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每天你睡眠的时间一定要充足 如果这个睡眠如果不足 就会造成很多状况 第四个就是说 如果你体力不足的话 不要到一个比较寒冷的地方去 然后如果当你体力不好的话 不要勉强 有时候会造成失温的现象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命就有危险 那我们常常在办公室都很寒冷 那你心里怎么办 永远都逃离办公室 多一点 保暖 可以穿多一点 不要吃饱 第一个 在吃饱吗 办公室旁边随时有两碗水 那个热水 在泡水 没有错 所以刚刚潘老师讲 如果你一直要吹冷气 环境运速不行 你当然就要喝温水 你就把这个环境的 姜茶 红茶 红茶 这些大概应该都会 红茶就是也不能吃冰 对 对 尽量不要吃冰 尽量不要吃冰 冰是可能是大季了 不是 因为现在天气太热 很多我看运动完的人 拿着冰水就这样灌 其实这样灌是不是很危险 有啊 刚刚潘老师讲的 你急速让胃的温度下降 胃的温度下降 不是 年轻人都这样喝 而且他们讲过的温度 很重要 就是这样灌死了 就会想这样灌那个 宝宝 对 天灌这个温度下降 最后会更热的温度下降 所以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灌色 是那么多分 有点数据 甚至是很危险 但是我们从来 这种温度下降 就是尽量的温度下降